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交战双方对无人机的使用可以说是层出不穷 前不久乌克兰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了一段视频 在网上引起了大量的讨论 视频显示一架乌克兰的无人机正在向下面的森林里喷射明亮的火焰 火焰经过的地方很快就燃起了大火 根据乌克兰官方的说法 这架龙屎无人机属于第42机械化率 由一架乌克兰的初创公司研发 根据俄军士兵发布到社交媒体的视频 以及他们对这些无人机的反应来看 这些无人机让他们感到十分棘手 然而实际上早在战争初期 俄军就使用了9M2S燃烧弹 它的主要成分就是铝热剂 那么铝热剂到底是什么 它是如何从化学课堂变成战场上的武器的 乌军使用铝热剂无人机有缺点在哪里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铝热剂的故事 上过化学课的朋友对铝热反应肯定不会陌生 作为中学时期视觉效果最震撼的实验之一 铝热反应深受大家的喜爱 毕竟谁会放过一个在课堂上放烟花的机会呢 最典型的铝热反应是使用三架的氧化铁粉和铝粉进行的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氧化还原反应 也是一个很典型的置换反应 它的反应方程是大家应该很熟悉 它的反应结果是产生灼热的铁水和浮在铁水上面的氢氧化铝 非常明亮耀眼也非常的危险 这个反应最早是由尼古拉·别克托弗 在哈尔科夫大学任教期间发现的 它证明在高温下铝可以将金属从氧化物中还原出来 不过别克托弗的实验其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铝热反应 它将铝片和金属氧化物放在干锅中并长时间加热 才观察到的金属氧化物被还原的现象 而真正的铝热效应则要归功于另一位德国化学家 汉斯·格德·施密特 在当时德意志帝国刚刚成立 钢铁产业蒸蒸日上 大家知道冶炼钢铁用的是铁矿石和热处理过的煤 也就是焦炭 使用焦炭冶炼金属不可避免的会引入一些杂质 这些杂质往往是煤矿中自带的 碳元素就不用说了 炼钢的时候最害怕的就是硫元素 硫会导致钢铁变粹 即使是微量的硫 也会大大影响钢材的性能 这位化学世家出身的汉斯先生 有一天突发奇想 既然都是氧化还原反应 用铝去还原铁矿石 岂不是就能得到高纯度的铁了吗 从经济性的角度来说 用铝去还原铁并不划算 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浪费 但葛德施密特的终极目标并不是炼钢 而是稀有金属 由于工业技术条件的限制 还有很多高纯度的金属 难以使用普通的冶金方式获得 例如葛和蒙 它们都会和焦炭中的碳元素发生反应 形成难以去除的金属碳化物 而用铝还原的方法 却可以避开这个问题 在它的探索过程中 它发现了一个神奇的现象 如果不使用铝块 而是使用铝粉和氧化铁粉末混合 无需加热 也能让这个反应维持下去 并最终得到一滩纯净的铁水 它看到了其中的商业价值 并在1899年 成功地将它运用在了铁轨焊接上 它发明的是用点燃的美 带来引燃铝热剂的方式 直到今天仍在使用 而铝热剂的英文Termite 其实也是根据葛德施密特 根据德文的热起的名字 而它的葛德施密特公司 直到今天还在生产和制作铝热剂产品 说完铝热剂是怎么来的 我们再来说说铝热剂本身 时至今日 广义上的铝热剂已经不再单指 以铝粉和氧化铁粉末 为主要成分的混合物 任何还原性活泼金属和氧化物的组合 其实都可以是铝热剂 但实际上一般还都是用铝作为还原剂 这是因为铝的性质 对于铝热反应来说 几乎是理想的 首先铝的性质很活泼 从元素周期表也能看出来 如果不是容易和空气中的氧气结合 形成一层钝化层 铝的物理性质应该和美差不多 属于一点就着的那种 而正是因为这层氧化层 导致铝在空气中比较稳定 可以安全的磨成粉末 比许多其他活性金属更容易处理 此外 由于其溶点相对较低 铝粉很容易就会融化 这样一来 铝热反应就从固固反应 转变为了固液反应 这让铝热剂的效率很高 尤其是在压紧的情况下 而且由于气化热的因素 铝热剂的最高温度 一般都是各组分的最低费点费劲 铝的费点是2470摄氏度 而铝的费点只有1090度 用铝来作为主要的反应物 可以很好地提升铝热剂的温度 而且铝热反应生成的氧化铝 密度较低 它会漂浮在生成的纯金属上 在焊接的过程中 可以很好地利用这一特性 减少汗缝中的污染 减少电化学腐蚀 因此用铝来作为还原剂 是最佳的选择 但氧化物的选择就十分多样了 比较知名的例子有 用氧化铜替代氧化铁的铜铝热剂 这是常见的铝热剂中最危险的一种 因为铜的费点只有2500度 而铝热反应产生的高温 会将铜水瞬间气化 产生大量的高温铜蒸气 这一反应主要被用作铜箔的焊接 以及一些大电流系统上的电缆焊接 而另一种铝热反应则要温和一些 那就是铝粉和水的反应 这一反应基本上只在热水状态下能够进行 但是它完全符合铝热剂的所有要素 也就是氧化物与活泼金属的置换反应 而且它甚至具有自持性 什么是自持性呢 这也是铝热反应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观察铝热剂的燃烧过程时 我们不难发现铝热剂反应的进行 是靠自身释放的热量 也就是反应热来维持铝热剂持续燃烧的 这就是自持性 这种特性就导致铝热剂的燃烧过程 特别难以扑灭 这也是俄军对乌克兰的铝热无人机 感到头疼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我们在中学的时候 都有学过火灾三角形 或者叫燃烧三角形的概念 一般来说染料氧气和热量 这三个要素是燃烧的充分条件 将这三个要素中的任意一环去掉 都可以阻止火灾的发生或蔓延 然而在铝热剂这里 事情有些不太一样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 铝热反应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就是它本身自带氧化剂 并不需要外界提供额外的氧气 来维持它的燃烧 因此移除氧气阻止燃烧的这条路 是走不通的 第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 铝热剂在燃烧过程中 会释放大量的热 足以维持反应继续进行 有的朋友就会想 既然移除反应热 可以中止铝热反应 那我用水浇上去不就好了吗 的确水是最常见的灭火剂 也是最常见的冷却剂 但绝对不能简单的 用水浇在铝热剂上 因为这样做很有可能会引发爆炸 燃烧的铝热剂 预水爆炸的原因很复杂 既有气化产生大量水蒸气 体积瞬间膨胀 导致铝热剂飞溅引发的爆炸 由水在高温下被催化分解 产生氢气和氧气 引发的气体爆炸 实际上 即使是专门用于扑灭金属起火的 D类灭火器 也无法有效的阻止铝热剂燃烧 那么难道没有有效的办法 能够阻止铝热剂造成的破坏了吗 实际上还是有的 目前在野外最好的办法 就是将周围的其他易燃物清理开 用一层沙子覆盖铝热剂 防止引发次生火灾 直到它自行反应结束 此外 铝热剂需要高温 才能反应的特性表明 它是一种相对安全稳定的燃烧弹 比起有毒有害的磷燃烧弹 以及凝固汽油弹等 铝热剂实际上是非常环保的 只要不是直接碰到溶中的铁水 铝热剂并不太容易对人体造成伤害 而且即使是直接碰到人体 也由于莱顿弗罗斯特效应的存在 只要及时甩掉 也不会有太大问题 当然至于武器装备 精密仪器 以及各种没长腿的物资来说 乌军的铝热剂一浇下来 它们就算死到临头了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 铝热剂被发明出来时 最主要的应用是焊接铁轨 直到今天仍然是常见的 铁轨焊接方法之一 不过在野外环境下 铝热剂几乎是唯一的 制造超高温的手段 经常被用于破柴工作 例如有一家叫做战术火炬的公司 就推出了手持式的 铝热剂破门工具 能够在几乎没有声音的情况下 几秒钟烧开一个门锁 它的另一个经典军事用途 就是销毁火炮 当时诺曼底的奥克脚部署着五门 155毫米中炮 对诺曼底附近登陆的盟军 造成重大的威胁 两队游骑兵找到这些火炮 用铝热剂手榴弹塞进了炮堂里 这样一来 这些德军中炮 就会在悄无声气中被直接焊死 一包小小的铝热剂 间接挽救了诺曼底海滩上 数千人的生命 时间进入21世纪 利用现代的先进材料技术 铝热剂的花样就更多了 加拿大军方就准备用4元纳米铝热剂 作为中小口径炮弹的敌火 它的主要成分是氧化木 氧化铜和氧化铁 比起叠弹化千敌火来说 减少了千的危害 更环保也更安全 而普渡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 则搞出了铝热剂打印机 用特制的铝热剂墨水 打印在纸上 只要遇到电弧 就会引起爆燃 尽管具体用途还不太明朗 但可以肯定的是 这是一种非常高效安全的 制作子弹第一货的方式